空气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的空气 既然是汽车工程师 最头痛的敌人之一 大家在尝试里都能知道 速度越快 物体受到的空气阻力就越大 但很少人知道 这个阻力会是指数上升 那工程师就把这种对抗空气的能力 用风阻吸收来形容 燃油车时代 奔驰在2014年推出了CLA级 它以0.22的风阻系数 打破了当时民用量产车的风阻记录 不过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轰动 说实话 燃油车时代 消费者在真正购车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会在意这个参数 然而到了新能源时代 风阻系数成为了新车发布会必不可少 甚至唱主角的一环 理由也很简单 新能源车拼的就是那几十 甚至比对手多几公里的续航 那有数据表示 风阻系数每降低0.01个抗 就能增加5到8公里的续航里程 所以在新能源时代最卷的中国品牌们 当然会卷风阻系数 此时此刻我身边的这辆车 风阻系数做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0.191cd 而且它刚刚完成了上市 11.98万元起 也就是说 花不到12万你就可以买到 全世界量产车里 风阻系数最低的车型之一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是谁这么厉害 相信你们看到这辆新海S7的造型 就已经大概能猜到 为什么它的风阻系数这么低 那接下来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 看看哪些细节 是为降低风阻而服务的 纯电版车型肯定优先考虑 这种大面积封闭的前脸设计 这一点就可以降低很多的风阻 并且我们仔细观察 还能看到一些凹面 包括说整个大灯灯组的设计 其实都是工程师考虑 气流如何快速经过的结果 从一纸板一直延伸到车尾的区域 其实没有明显的腰线或者棱线设计 这样气流可以非常平滑的通过这片区域 当然了 低风阻轮圈 隐藏是门把手 少不了 再来看一个细节 我们贴近玻璃可以发现 它的逼住位置其实和整个车窗 几乎处于同一个平面 这些细节也是降低风阻系数的关键 流背设计在新能源车上已经屡见不鲜 星海S7溜得更加彻底直接到车尾 这样的设计空气可以快速的流过 并且可以看到它的车尾切割十分的干链 总的来说整辆星海S7的外观设计 主要就是为了降低风阻而服务 介绍了这么久 相信大家也很期待它的实测表现 我们这次准备了多种路况的测试 看看星海S7能交上什么样的答卷 我们本次测试路线包含高速和城区两种工况环境 其中城区部分100公里左右的测试路线里 城市快速路和城市街区低速路段各占50% 测试条件如屏幕所示 我们会全程记录表现数据 最后根据测试结束时的实际充电量 计算最终成绩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充满电 马上开始星海S7的城市部分能耗测试 其实对于它来说也比较难 因为在低速状态下 风阻对于能耗的影响没有这么大 看看它能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吧 我们现在开过了第一个10公里 可以看到在快速路上它的能耗下降是非常的快的 现在表显只有9.1千瓦10百公里 9.0了 虽然我们现在开着第三第四车道 其实速度不慢 70多 还是可以超掉一些 真的把节能看得非常非常重要的网约车 或者一些驾驶经验不是这么足的朋友 就要结束我们城市快速路部分的测试的时候 正好遇上了主车 表显的平均电耗是8.0千瓦10百公里 对于这样一辆这么大体型的车来说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现在已经就驶下了快速路 进入低速城区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在市区低速又开了几公里 平均电耗还是百公里8.2度左右 说明质量新凯S7在低速情况下 它的电耗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增幅 我也查了一下它的准备质量是1700公斤左右 所以整辆车在低速下面受到车重的影响应该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重点就考验驾驶员的黄金右脚 至少今天在我看来这种平稳的行驶 它的电耗变化真的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除了比较轻的整倍质量之外 新S7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官方公布的转弯半径只有5.45米 所以像这个吊头我可能就只赞用了一个多一点点的车道 就完成了这个吊头的操作 这也是这辆车在程序里开着不是那么显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包括说它这个比较收敛的车身线条设置 所以你在经过这些比较狭窄的街道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这辆车特别的宽 对于新手来说这辆车的体量感我觉得是适中的 就不会让人觉得它是个庞然大物 开起来比较难以驾驭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是完成了新海S7的城市部分电耗测试 从98%的电量跑到了80% 行驶了102.5公里 车机显示的百公里能耗是8000瓦时 当然了我们现在就要插枪充电 看看再次冲到98%之后 它实际能耗是多少 现冲98 我们也是从98开始出发的 那我们现在结完账 计算出来这辆新海S7 这一次能耗测试的实测数据是百公里 11.016其实就是11度电 百公里11度电 对于这样一辆体型的车型来说 算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了 不过明天它可就要接受大考验了 低风阻造型是不是也能够在高速部分给到我们能耗的惊喜呢 那我们刚刚出发就已经来到了深中通道的深中大桥上 也是非常有标志性的位置 那今天是十一假期的前一天 所以整个车流量还是蛮大的 基本上在二三四车道 你能保持个九十一百的车速 都已经算是比较快的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行驶到深圳段的岩浆高速 这条高速的整体路况都比较好铺的 也比较平 然后双向八车道 基本上新海S7开车这上面质感还算不错 特别是这个低风阻造型 一个好处就是风罩控制的不错 特别像A柱啊 这个三角窗区域以及后视镜 没有任何的这种消叫声 我们现在车速接近一百 包括说整辆车的NVH 你可能会听到一部分来自轮胎的噪音 但你要考虑到它的整体价位也就十一二万 所以说它的这个NVH的表现对得起这个价格 并且我觉得风罩控制是很不错的 我们现在已经是驶离了深圳的路段 然后整个东莞部分呢 会比较多种大的弯道跟一些弹跳的情况 现在新海S7经过这些伸缩缝的时候 其实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就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复的拉不住车身的弹跳 而且它不是一种完全偏向舒适性的调校 在方向盘哪怕是选经济模式 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其实是还有一点分量 这一点对于驾驶员来说 在高速上开起来会比较安心一些 那我们现在呢是已经结束了高速部分的电耗测试 表显行驶125.4公里 当然了电耗11.5是比较低的 不过我们现在马上就进行充电 看看实测的这个电耗算出来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充电 根据实时的手机电量 账单显示充了17.551度 比如说17.5度电吧 跑了125.4公里 我们来算了一下 最终的电耗应该是13.99又14度 那我们就100公里13点几的高速能耗 来衡量这辆星海S7的话 其实在同级别或者说甚至比它小一点 比如特斯拉Model 3这种中型车 级别里面去看的话 这个能耗数字都是名列前茅的 就能效比较高的车型了 那实际上用户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可能还会涉及到频繁的超车 甚至空调设的非常低 不过有了像超低的风阻设计 包括说更低的整备质量 更高效的电机等等这些因素加持之后 这辆星海S7整体的能耗表现 我会说特别的高 属于非常高效的那一类车 作为一款价格亲民主打家用的车型 星海S7除了能凭借低风阻系数 带来非常出色的能耗表现之外 我们最后再一起回顾一下 它在日常用车时候的一些亮点 那进到车内星海S7 给到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是非常舍得用软质材料包裹 而且我还看了一下 就算是11.98万元的入门车型 皮革方向盘 皮革座椅也是标配 像门板的上下区域 中控台 包括说扶手箱等等 都是软质加皮革的这种搭配 在车厢质感上面 其实是往更高级别的车型看齐 这一点是很容易得到消费者的好感的 第二点 如果我们细看配置表 其实中配车型非常值得购买 相比于低配车型 多1万块钱 你能得到很多实用性和体验感 都提升的配置 比如说电动调节 可以加热通风的座椅 全景影像L2级别的驾驶辅助 无线充电等等 说实话 这辆顶配车型 多的都是一些锦上添花的配置 买个中配 足够了 来到后排 其实整个乘坐空间感受还算是OK的 主要是这张主驾驶的座椅 可以看到为了舒适性做的比较厚实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一块大天幕 采光非常好 虽然现在是顶光 但其实也不会特别的热 而且原厂也是提供了一块 手动的这扬帘的配件 包括说它没有像一些品牌一样 对后排的材质进行区隔 同样还是大面积的软质材料包裹 包括这张座椅的触感也很好 只不过如果后排靠背角度 能够再倾斜一点 就会很舒服了 不过我觉得真正去看车的消费者 很可能会被这个仙背电尾门下面巨大的后备箱空间所吸引 不仅近身很长 而且开口很大 后排座椅还支持整体放倒 整个的装载实用性会非常的强 在轿车里面数一数二 随着几款热门车型的更新换代 10万元级别的轿车市场又热闹了起来 当然了 现代消费者花11、2万买到的车 真的很能打 就不用说10年前 5年前吧 这个价格可能只能买到低配的朗逸卡罗拉 而身边的这辆新海S7 要尺寸有尺寸 要配置有配置 而且经过实测 城市续航非常扎实 低风阻也让它有了更好的高速能耗 所以总的来说 虽然它的品牌影响力不是那么突出 但它的产品力真的很能打 面对热门产品 那是一点都不带怕的